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看齐之前首先要对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大家可能听见了很多超音 这个是来自我们楼上工厂的生产发出来的声音 请大家原谅 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中国四大名气之一清化池 清化池最早出现在唐宋时期 然后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到了最高峰 清化池属于一个油纱材质 我们用骨胖作为原料 把花纹直接印在陶型配体上面 然后再覆盖一层透明的肉 经过高温1380度的烧成 到了现在因为我们一般做清化池 都是用一个盖章的形式把花纹直接印在陶型配体上面 因为是全人手计造的 所以大家看起来每一个产品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每一个产品都会有点分别的 但是因为是这样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个性 也能保持一定的技术性在里面 而且因为是油下彩的 通过高温烧成 都是绝对能达得到欧盟最高的卫生标准 无度无味 我们这个油面的强度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经过1380度的烧成 比普通的墙花池 比一般的中温要强得多 绝对是非常内用的 这个清化池绝对是我们现代中国陶瓷的代表 这个不简单啊 都是每一个用品的手定在上面 很有个性 大家请看一下了 现在的体验是 好 好 小伙伙伴在扣子啊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的气息 不可能在每一个产品上面都很清晰的吗 不然我们听上去 但是因为气息不同的大小 也不可能 可以出来 这个一个产品呢 可能能一点点的强 而且更是会这样呢 采取它的艺术性 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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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摇满 好 满 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